公民監督國衛聯盟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 桃園在地聯盟 臺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臺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 還有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跟習跟臺灣協會 那我們在今年所辦的NGO環境會已經是第18屆 那當初環保團體在辦這個會議主要原因是大家知道 大家各自都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地點在做奮鬥 但我們會發現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議題必須要大家一起來串聯 所以在18年前有幾個主要的組織 包含荒野 包含臺灣生態保育聯盟 包含環保聯盟 跟祖父聯盟 大家就覺得說能不能至少一年有一天的時間 大家串聯在一起 針對大家所關注的議題 能不能找出一個比較大的一些共識的項目跟內容 跟我們的社會可以來做對話 當然包含我們的政府跟我們的企業 所以之後我們就延續這18年來都持續的舉辦 這樣的一些活動 那當然我們所得到的相對的 一些些結論 因為我們很多小組都有開會前會 我們希望這些結論在今天做一些會整報告 那未來也有機會可以來跟我們的政府 跟我們社會大眾來做一些說明報告 好 這是以上我們簡單的針對我們這個活動的部分做一下說明 那 那直播的部分 那我們有直播的部分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幫我們今天可以拍個照做一下紀錄 那也鼓勵大家可以啦 請大家可以上臺灣環境情報的網站臉書 臺灣環境情報的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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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特別把他列出來喔 那我就快速的 簡單做一下說明報告一下 我們待會喔 就開場之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這個主辦 我們這一次我們當然都是合議制的喔 那今年為主的主辦 主辦單位是荒野保護協會 所以我們待會會請我們荒野保護協會的 理事長 劉玉玲老師喔 會請他來幫我們做開場 那我們今天也有幾位貴賓喔 幫我們一些委員到現場 我們會請他們來幫我們做一下支持喔 那我們現在今天有幾位先到 我就介紹一下 第一位是我們國民黨的立委 我們講萬安委員 我們歡迎講萬安委員 那再來是我們的民眾黨的委員 我們蔡壁如委員 我們歡迎 那再來是我們時代力量的陳教華委員 我們歡迎 那還有我們民進黨的我們 我們那個洪森漢委員 我們歡迎洪森漢委員 所以我們四個黨團代表都到了 那我們前立委陳蔓立委員也有到現場了 我們也歡迎喔 那當然我們請大家幫我們做一下說明 那接著的部分 我們會有所謂的我們的台灣環境保護的 中生成就獎的頒獎典禮喔 那接著的部分在9點45分我們會有 荒野保護協會的前理事長喔 李偉文 會幫我們演講 這個就演講我們的主題喔 然後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接著的部分我們中間休息之後 我們接下來會有我們每個團體喔 針對一個不同面向的部分 會有一個團體6分鐘的一個議題報告 那最後11點55分左右 我們最後會做大會的相關的結論 抱歉喔 就請大家多稍等待一下 那我們下午大概這相關的一些會議的部分的資料 我們會做一些相對的一些會整喔 那我們到時候會把這些資訊也會做一個報告 那過去幾年的這些活動內容喔 因為我們最後都有跟 到我們跟我們政府部門來做接觸 那許多的這些案子都有被做列管的管理喔 所以待會也有一段是會請我們的公民會 針對2019到2022的議題最終的部分 會來做一些報告說明喔 是 那我們今天主講者我們李偉文師也到現場了 我們謝謝李醫師喔 特別幫我們過來 謝謝 然後 歡迎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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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喔 因為兩個都要講嗎 因為兩個都要講話 要再等一圈, 放一圈 沒有, 如果這處理不來, 就撥影像, 不要 我看那個空架, 或者是像這樣 找一次看看 這次是, 沒辦法, 就只有, 就只有, 就只有 一面 還要再一面 這個,那個,就是 你剝, 不用 我給你剝剝, 你剝, 你剝, 你剝快 直接剝快 所以要大眉 有需要可以齁 可以大眉 好, 我就沒事 聲音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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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號碼,這是電腦的聲音 那你進去那個音箱哪裡? 再進去那個控制台的音箱 招牲,基本上犯あの人太血了 或說iry子的音箱 或 cuerpo定居然會有變哲 ер布要把兊完 però 我還沒問題 升級通過 先堆成稻ций 大麻被立以停 如果真的沒有聲音,就直接放棍著就好 好,那我們就開電話 還在擦你的 對對對,讓你音樂信心 你可以不用錢嗎? 不用擦 你繼續擦擦 老師,你只是音樂而已? 我沒有講話,就是我有一個音樂,然後有泡河 我覺得說有簡單的方法處理 一個是把檔案,我們另外一台電腦來跑來收音 或者用手機來開來收音 有可能嗎? 檔案來看,沒關係 沒有,沒有,在裡面啊 你在隨身點 你要抓到那個 用手機播 聲音分開 因為他只是聲音徹底,所以沒關係 有 等一下,你再按我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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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師,你就先把這個 好 有沒有背景的圖片? 沒有 這個 對,我們今天活動有背景圖片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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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始講話 緊張 這樣 可以 我都可以 我要 上訴 出發 你 怎樣 上訴 出去 我幫你來送她 然後 你就 你 沒有 好 有 要 先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2021全国NGO环境会议 那我们今天主题是以自然为本的环境行动 那我们因为就是环保一点 我们没有输出这个背景板 所以待会如果支持的人可能稍微往旁边站一下 或者在我们这个会议台上比较不会被脸被这个投影打到 那首先欢迎我们这一次所有主办单位的召集单位 我们荒野保护协会 那我们请我们的理事长刘悦梅老师来帮我们支持 我们欢迎悦梅老师 各位大家早安 那我在这里呢先问候几位立法委员 然后我们自己环团的伙伴 还有今天来参加的所有伙伴们 那今年我们的环境NGO的会议呢 我们的主题叫以自然为本的环境行动 那自然为本的环境行动呢 就先来想想看我们往年的去年的一些环境的议题 就是我们去年呢 你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火灾啦 还有黄灾啦 还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常常为了解决环境行动呢 用另外一种方式 然后来解决环境的问题 可能又引发了另外一件的环境议题 所以呢今年的环境会议这一年要以自然的 自然为本的环境行动 什么叫做自然为本的环境行动呢 我简单 等一下伟文老师可能会讲更多 那我就简单用几个字来说 第一个就是简 用手去简的那个简 那什么叫用手去简的呢 就是在大自然里面原本不属于大自然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先把它从自然里面把它简起来 第二个是减少的简 减少的简呢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生活里面做节能减碳 然后做一些我们减少对自然里面的人为的设施 那除了这个简以外 在我们的耕作上面 譬如说简化学的肥料 简化学的农药 这些都是以自然原本的基础为准的 第三个就是恢复我们的生活 用简朴的方式来生活 那三个简字呢 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以自然为本的环境行动 只要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我想我们的环境就会这个气候变迁问题 也可以稍微解决 然后我们的环境的变动的速率 也可以变得比较慢 所以这是今年我在最前面的主题里面 写的这一个大会的宣言 以自然为本的环境行动 那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可是要在日常生活里面落实 以及在公共设施上面落实 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要慢慢的来 从我们的很多的每一件事情做起 那今年呢我们的NGO环境会议里面呢 我要邀请我们等一下所有的今年的主办单位 我们先大家 等一下我念到名字 就请大家每一个主办单位的人在前面 哦这样 我想说先让大家看一眼这样 那我就想说先让大家看一眼 今年的主办单位是谁 那大家也比较清楚 那我就请大家先站出来一下 第一个是我 方越保护协会理事长刘月梅 第二个 台湾公民参与协会 葛中军 第三个 集分台湾协会 徐世荣教授 好 她有代表来是吗 那没关系继续出来 第四个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 然后今天是徐世 徐世荣教授 其实徐世荣 来了吗 还没 好 再来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 年立日 好 好 再来台湾保护行动编督联盟 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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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保护行动编督联盟 王维志是吗 在里面 中华民國光臺生命協會張章等 台灣南野新竹協會陳憲政 然後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然後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這一個是今年我們所有的投費會議的所有單位 其他我們還在跟區有舉辦其他的座談會 這一個小的其他的組織我們就組在這裡面 那今年這麼多單位我們在前面投費起修開會開了蠻多次的 那雖然有些東西可能完全還沒有到非常成熟 不過都是關心社會的一些事 也希望大家從這個裡面的議題 跟我們議題來關心台灣的很多環保相關事務 好 那就這樣吧 好 各位 各位 等一下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跟這些單位的人做一些相關的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黃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劉宜美理事長幫我們做了一開始的大會支持 那接著我想我們就邀請我們今天有出席的 各黨的這些立法委員的代表 那首先我是不是就邀請我們時代力量的陳焦華委員 我們歡迎我們陳委員 謝謝 在二十 應該二十多年前 第一屆的NGO環境會議 是我擔任環保聯盟理事長 何忠勳擔任秘書長來舉辦的 那一晃就二十多年 那很開心自己還是在這個崗位上 跟大家一起努力 不管我現在是不是擔任政治人物 我永遠是一個環保志工 終身是環保志工 那這句話呢 為什麼會太強調 因為在二十幾年前 二十年前就是我被告的時候 在法院我發下一個重視 所以這個誓言一直維持到現在 那去年也來參加這個NGO環境會議 那時候我有說 要督促政府 督促行政院 要趕快把這個環支部 這個組織在造的這個法規 趕快送到立法院來審議 那很遺憾在疫情跟缺水嚴峻之下 這個大概院長已經跳票了 所以這個環支部 大概已經在現在的政府的思維下 是沒有希望了 那沒有希望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了 問題大概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在山林水土沒有好好的保護下 沒有一個整合的一個管理 真的是未來的在氣候變遷 地球軟化的情況之下 台灣絕對無法去跳脫 那另外礦業法廢清法 這個部分呢 也希望在今天我們幾位委員 大家有來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能夠趕快讓礦業法修法廢清法 那廢清法修法是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在還起訴 在每年到現在我們整個還起訴 有九成都是跟廢棄物違法的這個 用還起訴去解決的 那我們知道 因為現在廢清法的罰則非常的輕 它可能獲利好幾億 它只罰六萬甚至不罰 甚至都不用清除 所以這個法律跟現在的行政命令的這個 規範都出了很多漏洞 那這一年來我也花很多時間 就是把各部會相關的行政命令 廢棄物再利用 怎麼去認定 怎麼去管理 怎麼去做更好的 這個違規的這些審議 否則這個廢棄物亂丟 不當的掩埋 它在檢調調查幾年之後 違法者都脫產了 你也沒有辦法叫它再清除 水資源空污到現在都很嚴重 那一直改善的非常牛步 然後現在我們面臨核四公投 藻礁公投 那時代力量這邊我們會跟大家一起努力 好好把關 然後讓台灣環境更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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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陳嘉華委員 接著我們邀請我們民眾黨蔡佩如委員 來幫我們支持 我們歡迎 好 謝謝主持人 還有今天各個學會的理事長都來了 其實去年我也有在這裡 那看起來大家 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大家沒有擴大舉辦 那今年又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看起來大家還是戴著口罩 但是我想大家為了保護環境地球這個心力 我想是不減了 那今天的題目是叫做 以自然為本的環境行動 那剛剛玉美理事長講得很好 三個減 第一個是動手下去減 減垃圾減少垃圾 第二個我想說要減少大自然的一些人工的這件事情 我想講一下 過去大概上個月開始 整個台北市在推廣那個九五眾種 他大概就做了很多的步道 那我們跟那個一些民間的團體 也做了非常的手作步道非常的多 那他們每一條手作步道 我幾乎我都會去走 那在這個手作步道當中 就是盡量用很自然的東西 用很在地的一些 不管是那個木材或是什麼 石頭或是把自己用手 去一階一階的去把這些做出來 我想就是減少這些人工的東西 再來我想要減少人工的這些水泥的一些環境 那最近剛好上個會期結束 那我就到處過年期間 我就到處去幫忙推廣這個 藻礁的公投的一個簽署 那到每個縣市去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是 你會發現都是來簽署的都是很年輕的 甚至有些同學來就跟我講 我說你看起來沒有18歲 你有18歲嗎 他還跟我斤斤計較 他什麼92年次的 91年次等到8月28號要公投的時候 他一定就滿18歲的 他一定要簽 我說算一算 我說你沒有18歲 但是我還是收下你的心意 很多的年輕朋友他都會來 那因為過去台灣我也去到現場去看藻礁 整個台灣整個我們一個海島國家 事實上太多的人工海岸 我想這個是不是能夠去減少這樣一個人工的水泥 人工的海岸 人工的一些 Forever 我覺得都會讓它回歸到自然 就今天的題目叫以自然為本 很多的自然的話 其實大自然就不會跟我們再做一些環境的一些緩扑 所以那第三個減就是剛剛 減樸的生活 剛剛理事長講得很好 其實我們要有 一直 我都一直推廣 我其實我是一個環保的實踐者 我上下班我都坐捷運 我騎U-bike 我幾乎除非他需要公務 到不了我才去叫公務車 不然我幾乎都是坐捷運 我覺得這個是與綠色交通 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很簡樸 第二 簡樸的生活 我們的太多的禮品太多的包裝 這些在我們的生活裡頭 給我們太多的負擔了 這些大半可以讓生活比較自然一點 比較環埔為歸真一點 我想這些都是符合今天的主題 叫做以自然為本的一個環境 那民眾黨大概在環保議題上面 我想我們不會缺席 而且我們也是關懷一些環境 關懷生態 關懷人文 我想這個是我們黨的一個最終的一個主張 那我希望我每年都可以來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也希望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每年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的一個 NPO NGO的環境議題呢 能夠讓政府能夠聽得到 一件一件來改 當然他們會覺得說現在有很多的問題 whatever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是我覺得就像這一次的太魯閣事件 其實寫那麼多的檢討報告 到底有沒有真正去做RCA 根本原因分析 那根本原因分析 其實最終的最終的就是執行力 有沒有確實去做 才能夠去避免下一次意外的發生 而不是罵完之後 那下次意外照樣發生 那就繼續在累積歷史上面的一些意外 然後再繼續發 我想這個都不是我們原本想要規劃設計的 所以我想今天這樣子 全部的所有的環團的團體都用出來 還是以其實以自然為本 以環境為本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民眾黨的蔡壁委員 接著我們邀請國民黨的立委 蔣萬恩委員 也請蔣萬恩委員幫我們支持 好謝謝洪林執行長 還有在座很多的老師 各位前輩 以及我立院的幾位好同事 大家好 我想今天非常高興又再一次 來參加我們全國NGO環境會議 那我想過去幾次 我都有參與 那也收穫很多 去年我們碰到COVID-19的疫情 所以大家都關注在防疫 但事實上台灣同樣面臨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就是環境變遷 氣候變遷這個議題 我想舉例來講 過去台灣我們都會大概定期會碰到颱風 然後年初春雨 然後沒雨 但是去年我們完全沒有颱風 春雨的量也非常少 也所以造成現在我們中南部 進行相關的限水 以及很多農地也被迫修耕 所以氣候變遷的問題 是台灣目前面對很迫切要來處理 也必須要積極採取行動的時候 所以我非常認同今天我們全國NGO環境會議的一個主軸 以自然為本 所以剛剛月美理事長也談到了幾個簡字 其實就很直接傳達我們未來怎麼樣來積極落實 來以自然為本這樣的宗旨 所以我覺得從我們日常生活開始 比如說我們使用的任何器具 如果都可以使用自然的材質 我們施工都使用自然的工法 我認為在日常生活做起 慢慢我們就會趨近於環境永續的這樣的軸線 那我想氣候變遷在全世界也都在發生 極端氣候的產生等等 那我認為以自然為本 其實很重要面對氣候變遷 我們不再只是說要減緩 叫matigation 而更重要是希望做一些積極的調適 adaptation 所以舉例在立法院 我相信我們在座幾位委員 我們都很關心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 簡單的就是溫管法相關的修法 我們看到從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 就已經定出目標 希望未來我們全球升溫不超過2度C 那怎麼做 全世界各國也都定出了很明確的旗程 比如說烏拉圭2030年要達到近零碳排 包括歐盟紐西蘭還有我們鄰近的韓國日本 在去年也都出來宣示2050達到近零碳排 那反觀我們台灣 我們到現在我去詢問環保署 他們要提出的溫管法相關的修法 我們2050年還只是減少50%而已 明顯落後其他國家 甚至2015巴黎協定所定出的目標 美國拜登政府上來也說了 他要重返巴黎協定 所以我想這些我們積極要來做 那地球只有一個 台灣是我們的家 我們希望以自然為本守護家園 從自身做起 那很謝謝我們全國NGO環境會議 那我想預祝今天的會議圓滿成功 那也謝謝這麼多的老師 這麼多的前輩 這麼多年來一直努力的付出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蔣委員 接著我們邀請我們民進黨委員 我們洪森萬委員也來幫我們支持 我們歡迎洪委員 各位環保團體的代表 然後今天現場有很多在立法院的同事 那我想今天我們還是 每年一樣在這個地方團聚 來討論接下來 我們的這些環境的政策 那環保的工作 該怎麼再往下進行 那我想過去一年 其實我覺得不諱言 我們在 不管是在媒體上面 或者在實質上面 我們還是看到非常多的環境的爭議 那我自己從過去在環保團體工作到現在進到立法院 甚至現在是成為執政黨的一份子 我覺得不用去迴避我們過去一年裡面看到到底這些環境的爭議 發展的爭議到底背後是什麼樣子的問題 我認為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迴避的 那尤其是我認為 今年還是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年 剛剛幾位 我的同事其實有談到氣候的問題 其實從去年開始 我們其實看到這個各國在氣候政策跟氣候目標的定定上面 就出現了一個幾乎是爆發性的加速 就是很多的國家開始定出了這個淨零排放這樣子的議程 那我必須說淨零排放這樣的議程出來 它很可能已經超越了過去我們談節能減碳的範圍了 淨零排放的議程當它出來以後 它甚至是需要更根本的系統性的轉變 那所以確實現在以台灣的這個氣候政策來說 我們其實是落後其他國家很多 我們在跟總統在談的時候 一樣是這樣跟他說 也許我們的能源轉型 再生能源大家努力做 可是我們的氣候政策其實真的是落後其他國家一大截的 所以今年我覺得有個非常非常關鍵的議題是 怎麼把淨零排放這樣子 國際上面正在發展的氣候目標 放到台灣的政策裡面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不留於口號 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工作 尤其是今年的11月 我想很多朋友知道 今年11月在英國的Glasgow 會再舉辦COP26 我也跟總統說 我認為在今年英國的Glasgow COP26很可能是台灣 我們的氣候政策要交考卷的時間 到底我們經過一年以後 大家怎麼評估我們在氣候政策上面 該怎麼樣的前進 我們到底要在世界上面扮演什麼樣子的位置 我們到底應該負起什麼樣的責任 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事情 我知道現在行政部門開始有些評估 但是這評估有的時候跌跌撞撞 有的時候他還是必須面對體制裡面 保守的公務員很大程度的拉扯 這事情我覺得我們想跟各位民間的朋友 包括幾位跨黨派的朋友 我覺得這部分是我們可以再做一起努力的 那今天其實提到這個以自然為本的行動 其實確實在這幾年裡面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我想很多環保團體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一般有時候簡稱叫NBS 這NBS其實就目前像聯合國法案署 他們很多的工作的指引裡面看得出來 其實NBS其實是要來解決氣候問題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根支柱一個條件 所以過去一年其實我在立法院裡面幾次有質詢 也要求我們的國發會 開始要把不管是我們的前瞻 或者是未來更多其他的發展計畫 要用NBS的方法來開始做規劃 我知道現在可能他們開始有挑了一些示範性的案例 接下來比較希望從頭開始 就從生態系服務跟NBS開始來做這個規劃 目前是有做 但是下面一個階段是我也希望 他們要來做這個NBS 就是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的相關對其他部會的一些培訓 那這些培訓目前也正在規劃之中 他可能跟農委會跟林務局這樣一起來合作 可是我們提醒他 你不能只把這件事情丟給林務局 你必須把環保署工程會 甚至國發會的角色都應該找進來 這是應該是一個完整的規劃 來做這個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的評估 讓大家從根本上面 我們從開發上面 甚至就像剛剛岳美老師說的三個檢 從這三個檢的概念裡面 那找到未來我們在很多國家發展的計畫裡面 到底怎麼跟環境 可能已經不只是要求取平衡了 甚至我們是要把它修正回來 修正回修復氣候的這樣子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向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值得大家 我們一起努力 因為這不是分黨派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一定是要一起來做這些工作的 所以我還是想強調一點 我認為今年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時間 我們在很多的選擇上面 是在一個十字路口上面 但是端看我們在這個十字路口上面 我們怎麼做選擇 我們怎麼做 我們能拿得出對得起未來 對得起下一代 對得起台灣未來發展願景的一個方向的做法 我其實常常覺得這不是一個零和的工作 這是一個創造力的工作 我們怎麼在這裡面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機會 更多的選項 然後重點是大家要一起 我覺得大家一起是最關鍵的事情 好 謝謝 謝謝 感謝我們民進黨洪生安委員 也來幫我們支持 接著我們要頒發的是 我們2021台灣環境保護終身成就獎 那我們先請我們公民會的何忠勳 我們理事長來幫我們先說明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終身成就獎 以及我們的得獎者的介紹 那待會我們再請我們這一次的主辦 召集的單位 我們荒野保護學劉一美老師再幫我們來頒獎 好 那個我們委員還有我們環保團體 各位先進大家早 那今年的台灣環境保護終身成就獎 只有一位得主 那麼要得這個獎 基本上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他就是要持續達20年以上 投入環境議題 而且有成就 第二個他在這過程當中 他是不為政府的壓力還有財團 還有一些黑道的壓力 能夠抵抗各種誘惑跟壓力 第三個就是說他個人的人格跟人品 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那我們從過去環境保護NGO會議 是沒有在頒這個獎的 可是我們發現到我們國家 什麼獎通通都有 就是沒有為從事反對政府跟做 從事社會運動人頒這個獎 所以我們在環境會議 在2015年開始 發現到有很多好朋友 隨著年稅增長 那慢慢的凋零 那我們覺得鼓勵 這些努力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2017年開始正式頒發 那今年是有史以來 那個得獎人數最少的 就是只有一位 那因為剛好有他的特殊的時空背景 所以我們今天 今年這次的得獎者 我們就是頒給 長期在關注這個事業廢棄物 還有土地污染的 台南那個 那個佳南藥理大學的副教授 中華大學副教授 黃旺章老師 我們掌聲歡迎他 那我們請我們月梅那個老師 我們這次的主辦 都會來幫發那個獎狀跟獎座 是我們恭喜我們黃旺章 老師 麻煩可以往前一點 沒關係 往前站靠桌子這邊 就不會照到臉了 老師比較高一點 老師不會 對 老師往前還好 對還好 對還好 老師您口罩 沒關係拍照可以把口罩先拿下 謝謝老師 老師再往前 對好 這樣子可以 那我們一步 我們稍微 我們先讓前面的這邊 先趕快拍一下 那大家拍完 讓我們後面的攝影記者 稍等 前面的 好了嗎 如果拍完我們再讓後面的攝影 大哥們可以拍照 好 謝謝 那我們再給我們後面的攝影 大哥們可以拍個照 是我們恭喜 恭喜我們黃旺章教授 我們感謝 好是那我們最後是不是來個大合照 我們請我們的委員 還有我們這次的主辦的單位 那麻煩再切回剛剛我們的這個 對 沒有 這是前面的 那好 那麻煩姐待會一起 待會再請 麻煩姐 我們前委我們陳麻煩委員也可以歡迎一起 來我們所有我們這次的主辦團體 來大家一起 就補充介紹一下我們成交委員是我們2017年的 我們也是終身貢獻的成就長 我們很開心他現在擔任立法委員 那我們李委文醫師我們朱江澤 李醫師來一起 李醫師也一起 待會我們來李醫師來 麻煩姐我們等你 來小心小心 來老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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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看一下右邊 好 那如果可以的 我們就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也謝謝今天特別出席的委員 感謝 那我們是不是請黃老師來幫我們製個詞 說個話 我們請老師要先放影片還是先說 老師先放影片 那大家有一段黃老師特別精進準備的影片 大家可以觀賞一下 我想請大家先看一個影片 那個燈嗎 大家按一下吧 像天亮 ree 愛著火 踩好他幾路浴天 月�護的月 主要 你那兒會關心 祝祢這片心中的土地 唱歌唱的心 咱騎走火 祢是咱的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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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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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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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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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從心理学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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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角度 不過話說 优独播剧場 就發生 當下 物質的追求 環境要好 健康的健康 我們如何通過 舉起 讓一個人 現在聽 現在聽都一模一樣的東西 如何對世界 朋友說 會談 會談 我們開始想過 整體的一環 就是一個簡單的生活 球道行 其實這次荒野保護協會我們這二十多年來 非常非常,其實我自己最喜歡參加荒野當自共 是為了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來的 或是為了自己孩子可以免費接近大自然 來參加我們親子團 懷著動機來參與荒野的,我最開心 就像這些有各式各樣動機來過簡單生活的人都很好 因為有些動機,你個人的自立的動機而參與 我們相信當你參與之後,當你開始參與一個團體 在團體裡面行動,都受團體文化的影響 在跟著團體一起做某些行動之後,你就會改變 而這些人,我剛剛提到了 各有各自自私的動機的這些人 其實就是我們希望影響到社會上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真正會天生就對環境很友善 天生就很關心環境,他會為了對環境友善 多花他的錢、多花他的時間、多花什麼 其實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 所以我們其實影響到,必須影響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所以這些人就是他各懷有各自的生活上的動機 影響這些人最重要 所以當然,我們其實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 如何找到我們的這些,影響這些社會大眾 進入到變成我們夥伴環境行動者 其實可以透過減這個概念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速度太快了 對很多人來講越來越迷惘 二十多年前有一句口號叫做少就是多 其實這句話很有趣 簡單就是豐富,少就是多 其實這是在邏輯上來講是成立的 或是在我們心理學研究上來講是成立的 因為今天當我們東西擁有太多 其實人的感情、人的時間、人的專注力都是有限的 所以當你們面對太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讓對他感情就很稀薄 就像是古代人對什麼東西 有樹,會有樹有樹林 用了瓢子,用很久很久對他有感情之後 好像他是活的生命,好像他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 換句話說,當我們一個東西實際使用 常常密切的跟它建立關係之後 就會覺得那個東西是精神上擁有更多的 換句話說,有一句話叫做情到多時反轉播 當我們每一天都碰到很多很多人的時候 我們對每個人當然就是不是太熟悉 但是當我們像古代一樣 你可能就只有每天接觸到五個人、四個人、二十個好朋友之後 每個感情都很深厚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時代共同擁有的問題就是 步調太快、東西有太多 所以我們對做到的東西都沒有感覺 對做到的人都沒有感情 所以人類性應該要缺乏、空虛 所以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跟他們講說 我們每個人到一定程度之後都會內心的渴望 如何慢下來 所以其實如果聽到民眾說 社會上不用百分之百的人 大概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人願意行動 願意對環境友善的簡單行動的時候 這些就會帶很快的時間 我們講趨勢的引爆點 就像今年早上公投 努力了很久,好像很慢 到一剎那間就全部發酵 其實這不是特例 我們在生物學上來講 在社會學上都是如此的 就是中間就像演化學也是一樣 都是好像沉寂了好久 都是沉寂了好久不是沒有行動 還要持續努力 可是當一剎那之間就忽然爆發出來 地球上的所有從生物學到社會學都是如此的 所以我們樂觀期待 如何把這些各式各樣的人 因為想過簡單生活 然後因為面對這樣的複雜 這麼不確定時代內心空虛的人 來變為對環境友善的夥伴 這些如果到達社會二、三十之後 因為被整個社會很重要的趨勢的改變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來說 我們活在一個好像很進步的科技 很極致的觀體系數 我們真的改變了世界 可是我們所改變的世界 並沒有帶來給我們多少內心真正的喜悅 真正的快樂 所以這樣的進步是真的好的進步嗎 還是失控的進步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開始可以跟一般社會大眾來做溝通 所以當社會這個社會最大的最大特點就是東西生產太多 所以我們如何去從 因為太多就會亂丟 因為各種方式 各種環節裡面 留在地球上的各種廢棄物 其實七、八十年前沒有所謂廢棄物這個名詞 因為人類的科技有化學工業 才開始有所謂塑膠有所謂廢棄物 因為一兩百年前地球上 我們人類社會上沒有所謂廢棄物這個概念 所以等於我們在這個世代裡面 短短五、六十年、六、七十年裡面 產生了廢棄物這樣的概念 開始淹沒了世界 開始造成地球上很多生命的問題 所以我們如何重新檢討說 我們這一兩個世代造成地球所有的問題 當然我們先開始從減少問題就開始剪 但是我們不要以為說 去剪垃圾好像是一個道德要求 或道德訴求錯錯錯 其實大家可能很難了解說 有人到海邊撿垃圾 或是在這些呼應環境行動的這些撿東西裡面 有人撿上癮了 其實撿垃圾本身是一個非常很好的療癒的作用 因為我撿固我在 其實就跟運動一樣 就跟我們思考一樣 我撿固我在 可是其實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更能夠感受到自己跟做到事的關係 我們通過撿東西有兩個好處 一個好處是撿東西本身在運動 我們必須走出門去撿東西 第二個是從撿東西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環境的慢慢的改善 我們親眼看到 因為我們個人的行為而造成環境的改善 其實人內心都會希望能夠追求秩序跟意義的天性 我想人天生喜歡秩序 喜歡 然後我們也喜歡找到意義 所以從撿垃圾從他環境參與行動本身 他第一個是有運動到 運動到本身就是一個我覺得 肉體會改變到心理的因素 第二個 本身撿垃圾本身 他眼睛看到環境因為他的一個小小行動而改變 得到一個內心的滿足 當然我們也能夠透過這個讓他講說 這個小小行動對整個地球上 對其他生命的影響 他的意義感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我們用的 所以如何讓一個人真的有環境行動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通常都講太多大道理了 可是如果我們提供機會 提供舞台讓一個人真的能夠動起來 簡是最簡單的環境行動之一 也是能夠接觸到最大多數人的環境行動之一 當然生活上除了減之外 我們當然要從生活上來淋廢氣來做走 不過我們講的淋廢氣有很大的概念就是 我們其實 還是用正面的角度說 其實東西越少 並不是過了更缺乏的生活 人都很不喜歡缺乏 人也在尤其華人世界 經過漫長的 就是欠缺的時代 我們父母親那一輩都很喜歡儲存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提倡的觀念是說 我們東西越少買越少 並不是過了困乏不足的生活 反而是我們可以空出更多時間 去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不用照料那些東西 不用為了買東西花時間 不用為了買東西的錢而去花時間去做我們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所以如果過簡單的生活是有環繞很多很多的好處 所以 同時當一個人慢慢減低東西物質需求的時候 他會花更多時間在做體驗生活 我想這些步驟大家都知道我就跳過去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 有一本書前幾年出的環保一年不會死 他這個是住在美國曼哈頓 一個專欄作家 他太太是媒體 他們就開始 有個小孩子 五六歲的小孩子 他就開始 一年不排探 零探人 包括不坐電梯 包括不買東西 包括不搭車子 包括不買 零排探的時候 我常常過一年看看 當然包括不用衛生紙 就上廁所不用衛生紙 就過零排探 之後寫了一本書 當然他自己從書裡面講到說 其實當然也包括不用電 零排探 不能用電 在美國曼哈頓最熱鬧的地方 住在八樓 可是他卻能夠不搭電梯 不用電 不搭耗費人員 排放二十號碳的工具 過了一年 然後有拍個紀錄片 然後紐約時報也全版的報導 他這件事情 然後他最後體會到說 其實當他家裡沒電 也是做到永不間斷的假期 而且把燈關掉才可以擁有更 擁有星空 其實花園保護學會 在搭配全世界做關燈一小時之前 我們其實在二零零幾年 也開始有辦了五年的夏至關燈 其實那也是台灣最早提倡 我們把燈關掉 來嘗試說 燈關掉可以幫台灣整下落電 可是當時我們推動的夏至 在六月二十一號 白天最長 晚上最短的這一天 開始大家晚上把燈關掉 並不是說大家過一個 提倡說大家過一個原始的生活 不是我們是用燈關掉之後 而不是更欠缺 只是為了道德 當然我們也常會提醒民眾說 我們活在一個很瘋狂的世界 因為 怎麼瘋狂呢 我們修了以後更換一個零件 比買一台新的機器還貴 甚至呢 我們現在都做一個計劃型的報廢 一個手機出來就預計你兩年三年就要換 一個機器出來 它其實可以用很久了 它裡面就一個零件設計很容易壞 然後零件只保留一年兩年三年 所以這例子太多了 所以有些時候 我在演講的時候就會特別用很多生活上的 很荒謬的例子來提醒民眾說 我們活在一個非常愚蠢的年代 可是我們活在當下不覺得 就像說很多人開車坐電梯 然後到冷氣空調的運動健康中心 然後花錢在保護機上走路流汗 我們覺得很正常 可是這不瘋了嗎 我們平常連走幾步路都不願意 可是我們卻在冷氣房裡面 就跑步機上跑步 類似這樣子很多很多的例子 來提醒民眾說 我們活在一個其實一個很價值觀 很扭曲的 很不自然的 可是我們活在當下不感覺 所以如果跳脫 如果跳脫當下環境來看待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想這是一個另外一個策略 當然 我另外一個策略是 如何透過剛提到的 我很想傳遞一個民眾說 我們每個人都是應該當個負責任的地主公民 可是講的太沉重 所以我反而會講的是說 人的確已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人的確已經改變了動物的天性 所以我們人的確比 擔負幾萬物之領的角色 可是你這樣講太沉重 所以我會用一個角度 我會用兩三個問題來問大家 那這問題有些時候就會討論很久 因為看對象 如果是知識水準越高就會討論越久 而且這問題有點政治敏感 所以大家就眼睛會一亮 當然問說 你認為台灣人是海民族嗎 你認為台灣有海文化嗎 當然我會一個人問 讓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我的策略是說 當然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當然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 我們看法怎麼會標準答案 但是我們的看法都有根據 所以我會提醒說 我的根據是說 當然理論上我們是兩千多萬人住在海島上的民族 所以理論上我們是住在海島上的民族 簡稱海洋民族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我們生活裡面沒有海 我們有感受到我們是海洋民族嗎 沒有 其實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成為一個環海不靠海 淋河卻無法靠近河的乾固的島嶼 台灣寶島是用水泥把台灣圍起來的 西半部全部是水泥堤防 東半部全部消破塊 我們住在一個堡壘裡面 水泥把台灣圍起來 我們的河流也全部都變成水泥化 變成水溝 所以當我們看不到海 我們如果成為海洋民族 我們只能變成島國心態 當我們可以看到海 海是我們通道 我們變成海洋民族 朝向世界 當我們體積法 敲破塊我們長角 我們只能朝內看 島的資源有限 大家只能朝內看 越看西洋越狹窄 越看搶資源勇於內鬥 所以換句話說 環境改變我們人的推性 人說到環境,環境說到人 所以我剛剛提供的兩個問題 是環繞在這裡說 我們人有能力改變環境 所以當我們住進去之後 環境改變了我們 從各種的例子來講 當然這兩個題目 有時候可以講到四、五十分鐘 用各種的策略方式來應加思考 所以第一個就是 人已經改變了環境 同時環境也改變了我們人的素質 第二個問題就是 透過人的生活上來角度 問他一隻雞可以活路久 然後流失怎麼長大 什麼狂狂病 他講這個 問這個問題的 第一個是跟民眾的生活很貼近吧 每個人都會有一點想法 然後就問他們 但他們的答案都是錯的 然後目的是說 我們人已經改變了動物的貼性 雞可以活十多年的 可是我們現在吃的雞都是 從卵出生之後 三十五天就變得這麼大隻 牛本來吃草了 我們現在讓牛吃牛長大 讓牛吃死到的牛死到娘長大 所以狂狂病才在人的社會蔓延 牛本來吃草 我們讓牛吃牛長大 改變了動物的貼性 換句話說 從太多例子裡面 可以讓民眾知道 我們已經改變動物的貼性 我們已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這些都回過來影響我們 所以我們都掙起責任 這是我跟民眾互動的一個策略 當然以荒野來講 我們整個荒野整體來講 我比較喜歡這段話 就是說 這段話說 與其說荒野是荒野 也不如說成了彼得潘的夢想之家 用最生活化跟最歡愉的方式 帶領大人跟小孩自然共有 保護生物的記憶體 讓生命的延續 也讓人們想說 換句話說 最生活化跟最歡愉 是我們這二十多年來 很核心的一個概念 就讓每個民眾 可以從生活中來做 而且都快快樂樂的能夠做環境行動 從環境行動來改變他的價值觀 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我想這些都是 我們的環繞的策略 所以我們基本上強調是溫柔革命 我們基本上希望透過 自己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價值觀來影響別人 而不是用道德要求 道德訴求來批評別人 指的別人 這是我們二十多年來的策略 當然人類自然的互動裡面 我們希望說 森林自美B手段落流血汗 傳血器 森林受理他接近他並重慶他 而不是很快速的到達 快速的離開 到一個地方拍張照片 坐冷車到一個地方拍張照片下來就結束 而是 我們接近真的大自然 必須要從懷抱的教育角度 我們必須流點汗 流點淚 花點時間 一步一步的接近 我們對我們身心靈才有最大的體會 今天如果說我們花了兩百塊三百塊 坐冷車就到玉山山頂上拍照片 對玉山就不稀奇了嘛 所以換句話說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說 那麼我們能如何去真正接近大自然 接近這塊土地 而不是用一般商業的快速的方式 因為那些方式雖然好像可以累積我們 臉書上飄飄亮亮 但是對自己生命完全沒有價值 沒有意義 我想這些都是 我們透過旁邊 最後最後我們希望說 能夠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 整個社會 這樣一個社會裡面的大多數的改變價值觀 整個社會價值觀也會跟著扭轉 我想我們如果從一個 過去主流的慣情的價值觀 改變一個新的價值觀 最後最後也是說 其實用消費改善世界 我們基本上 不能說大家都不要消費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 很多商業的人會哀哀叫 但是我們可以講的是說 我們即便要消費 都要消費對環境友善的東西 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所有企業都需要盛產東西來賣人 包括政府也需要選票 所以每個人的機會發揮 他自己購買東西的力量 來改變世界 改善世界 做這些選票來改變政府 我想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當然最後也會用瑞科恰森講 這段話說 基本上目前還有機會 只看我們該走哪條路 我想這是 最後當然是共業跟共願 就是說我們都生活在台灣上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 所以共業 我們必成為共業 別人做錯事死了恕我們叫共業 別人做錯事死了恕我們 死了是後代子孫 所以面對共業 我們只好透過共願 共同願意行動 共同願意改善世界 像雞婆一點的來改變 共同的願望 我想這些都是 一般我們在跟社會大眾民眾 做環境交易的時候 我們用的策略 簡單講就是 基本上要貼近他們生活 然後要用正面鼓勵的方式 讓他們感受到環境行動 對自己的當下的生活是可以更滿足 但因為我們表定的時間其實是休息的時間 等於大家還是真的做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先休息把這個程序待會移到後面 我利用休息不在家 不在家 不在家 有有有有 各個團體的power point 還沒有拿過來的齁 利用這個時間 各個團體來檢查一下好了 別人猜是這樣 這樣 你或者可以退出來 好 你也不來區上以退地方去 那個 等一會 喂 喂 你還有下一題 喂喂 那個這個團體的時候 是你們還沒有要過來的 就有這個時間要過來 每天都要這樣 好像有需要 有rece導師應該有傳給你 有有 再看一下,徐老師的,…… 神的蠻野人,嗎? 神不是,徐老師習更… 得以為,更有鷹眼的那種, 我們還是罵既然, 我們還是像蠻野的? 等我一下,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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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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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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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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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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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